Hello, 歡迎來到 Casper 媽媽的頻道 在英國, 垃圾的分類和環保回收比香港嚴謹很多 只是垃圾桶都分不同顏色 所以這條片會和大家分享 在英國不同顏色垃圾桶的類別 怎樣可以拿到新的廚房垃圾袋 以及怎樣知道倒垃圾的日期 如何訂購垃圾箱或者回收袋 最後我們會看看怎樣可以找到最近家裡的回收中心 希望也幫到大家早日適應在英國的生活 準備好了嗎?我們馬上去片吧! 要得到最新最準確的資訊 一定要去屬於自己地區的Council 按有關 Beans 便會看到有關垃圾回收等等的資訊 這條片會以 Manchester City Council 作為例子 為大家去分享 在 Manchester City Council 為例 垃圾桶分為四類顏色 包括黑色或灰色的一般垃圾 藍色代表廢紙 綠色是廚餘或花園垃圾 而啡色是一些鋁罐和瓶 我曾經去過其他Council的網頁看 啡色和綠色的垃圾桶 有機會是調轉的那個類別 所以詳細的情況 都要去你所屬地區的Council 看為準 我們現在詳細看一看 每個垃圾桶可以存放的垃圾 例如藍色垃圾桶 主要放紙箱 紙或碎紙 報紙 不需要的書 信封 賀卡 包裝紙 廁所或廚房 廁紙的桶 而啡色的垃圾桶 主要放金屬 玻璃 和塑膠瓶 例如石紙 空氣溶膠 罐頭罐等等 而黑色的垃圾桶 就是存放一些一般的垃圾 例如一些無法回收的物品 例如尿布 咖啡杯 一些膠袋 膠膜等等 而最後到綠色的垃圾箱 就是存放食物和花園垃圾 例如一些肉和魚骨 山童熟的食物 茶包 或者咖啡粉 蛋殼 草 樹枝等等 我們要特別留意 這些廚餘 我們要放入一個可以堆肥的袋裏 就不是隨便放入一個垃圾袋就可以 哪裏可以找到這些袋呢 放心 Council是會提供的 我們去到Council的網頁 按入Beans那裏 其中一個欄是 Get new kitchen waste bag 那裏有四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當你的袋用到盡頭的時候 有個標籤 把標籤綁在垃圾桶的扶手上 清潔工人見到的時候 就會給你一袋新的 第二個方法 如果你不是住在Fat裏面 其實你可以 網上訂購這些廚房袋 相反 如果你住在Fat裏面 其實你有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應該會代辦 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任何一間 Manchester Library 都可以殺除廚房袋 按入Manchester Library 其實你入回你的Postcode 你就會立即見到 最近你家的Library 其實都非常之方便 介紹完以上四種垃圾桶之後 有一些垃圾桶 是任何垃圾桶都不能放進去 例如電池 電器用品 土壤 建築瓦力 建築廢料等等 另外還有三樣東西 不單止不能放進垃圾桶 如果發現 我們更加要報告給Council 包括 日本虎杖 巨型豬草 喜馬拉雅香脂 這些植物都會對附近生態 甚至你家屋造成一定的危險 例如日本虎杖 有機會影響你的樓宇結構 在香港 日日基本上都會有倒垃圾服務 但在英國 基本上收集垃圾 基本上是一星期一次 那怎樣才知道 何時是倒垃圾的日期呢? 我們可以按一按 Check your bean days 然後按你的Postcode 選擇適當地址 你就會見到 例如這個例子 逢星期二會收集垃圾 上面亦有一個按鍵 叫做Download your Canada 你就會看到 全年收集垃圾的日期 非常清晰 而其中一個要知道 哪天丟垃圾 都是基於保安問題 因為萬一你不見了 或者損毀了的垃圾桶 換一個新的垃圾桶 其實是要付錢的 例如 要換一個新的一般垃圾桶 是要收20磅的行政費用 所以Council都建議 你只是在收集垃圾的前一晚 甚至當天才把垃圾桶放出來 當完成收集垃圾之後 亦都要盡快把垃圾桶放在家裡的位置 但萬一這麼不幸 不見了垃圾桶或者損毀了 其實都可以在Council這個網頁 按Get a new bean 就可以選擇了 到最後 如果有些大人的家具 或者一些自己都不需要的物品 可以怎樣做呢 第一 當然你可以想一下 會不會捐贈 在Council也列出了幾個不同的機構 其中有個網址 都可以為大家介紹 叫做freecycle.org 這個可以免費去登記 入面你就可以入回你相關的城市 例如我入了Manchester 你就可以看到你附近有些什麼人 分享他們不要的東西 你也可以上載一些不要的東西 看看有沒有人有需要 就可以循環再用 非常之環保 另外我們也可以搜尋 最近我們的recycling center 一樣我們就入回我們的postcode 另外也要看你的車的高度 按下2米 已經見到最近你的recycling center 最重要是留意它的opening hour 多數都是朝八晚八的 另外如果有關垃圾收集的問題 譬如有些垃圾袋 你明明擺好了 但不知為何沒有被收集 你也可以上Council的網頁 按Bean Box or Bed Watson Collect 然後就會有個表可以讓你去report 但在報告之前 你要確定自己在當天早上7點 已經擺放好你的垃圾 在正確的地方和正確的日子 如果正是一些人為的疏忽 Council也會派人去幫忙收集 來到英國的生活方式 當然有很多地方都和香港不同 大大小小的問題文化 相信大家都要慢慢適應 希望這條片都幫到大家 去了解多些關於英國的環保回收 垃圾分類等措施 有時間記得看Casper媽媽的影片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Casper媽媽的影片創作 加入會員贊助 多謝大家支持